我们把神经网络对于这种 我们自己就设置这一个全连接层 就这样一层的神经网络 由于全连接层它处于最后一个 所以它比较特殊 你有多少类别 是不是必须得输出有多少个 对吧 这就是它特殊之处 中间你也可以加很多的神经元 只不过计算的时候 是一步一步的往后计算 我们现在只考虑这种最简单的 只有一层的情况 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要去拿代码实现 那怎么去实现呢 对吧 首先你这些数据的这些这个值 是不是特殊值要准备好 比方说啊 我们现在准备的特殊值呢 已经给你了 给你是什么样格式呢 然后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样本数量 或者说你知道样本数量也可以 不知道样本数量 每个样本多少个特殊 784吧 有可能有的数据呢 给你这种对吧 28281也可以吧 对吧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种784个 那么我这个特殊 要与全众一个个相成 然后得出10个输出结果 这个是什么预算 是不是就像那准备上 每这那种个样本啊 如果说这里有一千个样本 一千个样本 一千个样本 是不是应该有一千个 属于十个值的一个输出啊 输出应该是什么 每个样本都有十个值输出 是不是一千个样本 每个样本都有十个值输出啊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形状 是不是一千个样本 一千个样本 它的每个样本都有输出的十个值输 是不是这样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千七百八十四 矩阵乘以 七百八十十 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过程 最是就相当于是 在神经网络中 全连阶层计算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一个矩阵计算 是不是非常简单 那我们之前做先进回归的时候 由于我们是只有一个神经员 是不是就用这个乘以一个就行了 一个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果了 当然注意了 我们这有十个偏制 不要忘了 十个偏制是不是要加上去啊 也要加上我们的十个偏制 也就是说最后结果 加上十个偏制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就确定了 从这里到这里的输出 是不是很简单 就一个矩阵 我们的输一样本特征 乘以这个权重 加上偏制 是不是就得于 每个样本的一个输出值啊 哎 输出值 然后注意了 每个样本都是有十个输出的啊 每个样本都有十个输出的 这个比较搞错了 那么十个输出之后 我要干嘛 是不是要经过Softmax 计算 每个样本属于十个类别的概率 对于这十个值 现在应该变成了多少 是不是变成了 None行 每一行是不是有十个概率值啊 这能理解过来吧 啊 那行对吧 你有一千行 然后每一行都有一个概率值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要去跟干嘛呀 跟这个去进行交叉 三七三八 所以你最后的提供的特征值 也可能是这个 你提供的目标值应该是什么呀 目标值应该是什么呀 你有多少个样本 是什么形状啊 什么形状 是多少个 那个样本吧 每个样本 它属于某个类别 应该是一个万化的别码的形状 是不是也是十啊 所以我们的数据的目标值 是不是 一个样本 有这样十个值 两个样本 是不是再加呀 三个样本再加吧 当然我们把它横过来看啊 是不是 一行两行三行 就三个样本吧 来 这样的东西 好 那么这样是不是已经确定了 我们这样的一个输入输出啊 包括怎么计算 那重点就是这些 前面这里好多 我们已用过几个相承了吧 这个地方 Sovid Max 还有交通商损失 还没有介绍这些API吧 那接下来 我们就介绍一些API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API 对于刚才第一步 我们进行全连结存 计算 从数到输出 是不是非常简单 就只要矩阵相承 将我们的X和权重相承 加上偏置 是不是就能够得出 十个结果了 每个样子都十个结果 最后 我们要把这个结果提供给 Sovid Max 去计算了 那这样的话 接着我们看了第二个API 是什么 Sovid Max 计算 交通商计算 也就是说 这一个API 就实现了两个功能 一个是Sovid Max 是不是先被计算成这样的概率 然后每个样本之间 是不是要一一去计算 交通商损失吧 在这里啊 有的人还有可能有点模糊 假如说你现在一个一 一个样本输入进去了 你是不是有十个类别预测的概率 然后你是目的是找到最大的 先是要求损失 然后再去更新权重 然后再更新这样一个概率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一个样本来说 你计算的结果应该是一个吧 是不是 0乘以log0.0 加上1乘以log0.0 加上0 加上0乘以 是不是最终只有这样一个结果吧 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就是这一个样本的损失 那对于那个样本是不是有那个损失 所以这些损失要加起来 求一个平均损失 注意了 交通商也是要求求所有的样本的 求所有样本的损失 样本的损失 然后求平均损失 那也就是说每一个样本平均损失是多辣 是吧 好 那么这也注意了啊 它应该有那种个样本的损失值 这是 这计算是一个啊 这是一个样本的 好 那么 这个计算里面呢 看一下 它计算计算 既计算 又计算了 就是交叉 删损失 交叉上损失 好 那我们看一下填进去的参数非常简单 就是你刚才预测的结果 和刚才真实的结果 和你件本加选之后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这个结果输入进去 然后你的目标值 目标值输入进去 这个结果输入进去 是不是就可以计算了吧 是吧 你只要把这两个计算放进去 它就知道先计算这个交叉 计算算的max 然后再计算交叉差嘛 好 那么这就是softmax它的一个计算 对吧 那接着还有损失值 平均值 是不是我们之前也用过 计算某个列表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加 除以数量就行了 非常简单 好 那么接下来 反向传播算法 这个东西呢 还是一样的 能理解吗 就是T度相加 传学纪律 最小化损失 跟我们前面 做的这种小案例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大多数啊 这个APN都是一样 好 现在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实现一下我们这样个识别什么呢 识别means的数据集这样的神经网络啊 我们要通过就通过我们自己建的这样一个最简单的这种啊 直接到去连接层 中间我们先不加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means的手写数字呢 它是一张一张图片啊 一张一张图片 但是呢 在Tensive Flow当中 已经把这些图片转换成一个像素值了 能理解吗 那一张图片就一 那它像素值转换成是不是就这样啊 一共有多少个特征啊 是不是 横28 数28 一共784个特征 然后呢 这是1对吧 然后是0 它的特征呢 这里面的像素值的大小就不一样 注意 其他地方都是白了 说明这里面都是0 是不是 0啊 然后呢 越黑 它呢 这个呃 权重 或者说像素值也大 那这里面的这个means的呢 你也可以通过光网下载 当然 Tensive Flow里面就已经提供了 它的提供呢 是有五万五千函的训练数据集和一万函的测试 注意了 它都在means的里面的tree里面 means的test里面 等一下我们会说这个means的怎么获取啊 还有 means的tree image就是你的图片的特征值 means的tree点lables就是你图片的目标值 能理解吧 图片特征值是不是就这个 目标值是不是它属于哪个类别 01356789 选一个吧 哎 哪一个类别 那 这记住了 那我们的类别是不是要进行弯号的编码 才能计算交叉损是吧 为什么进行弯号的编码 就是因为在计算交叉损损的时候 必须是每一个类别这样相互的去计算吧 相互求一个样板的值 好 这是大家数据集的介绍对吧 还有什么 它的目标值 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看 它的长度是228x28784 也就是说这个图片长28宽28一共乘起来像素应该一共多少个七八八十四个吧 然后假如说这一共有五万五千个样板就是五万五千张图片吧 能理解吧 好 这个要理解啊 直接昨天我们讲过这个读取图片转换成特征值 就是这个特征值就是这个值 然后呢 它的去年一米级是一个六万七百八十四个特征 也就是说你有六万个样板 七百八十四个特征你的加量 能理解吧 好 这是它特征值 它的目标值是什么呢 是不是应该万块的编码了 还有五万五千 这个训练样板啊 六万是一共是训练加测试的 那每一个样本的目标值是不是应该在这里面 这是第一个样板 它在这里面是不是属于 比如说从下面 晚上是零一二三十七八九 零一二三十四 这样板属于第五数字五数字四了数字五吧 数字四啊数字四 零一二三十五六七八九啊 零也是一个数字 然后这个地方看第二个 它是不是就九数字吧 然后第三个 是不是五数字啊 四数字五数字 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 八这个数字吧 好 那也是说零一三十七八九 每个样本都有这里面一个数字 它是一 它是九 它是八 好 那这个是已经提供了 train里面的labels就是什么 弄个样本 每个样本的 万号的编码的一个标记吧 能理解吧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数据 好 那么万号的编码 如果你的数据没有提供给你万号的编码 你如果想自己生成万号的编码 也非常简单 就通过万号的 后面我们会讲这个万号的怎么去用 因为有的数据是不是就直接给你一个那边 给你一个1 给你一个9 那你怎么把它转换成万号的编码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先简单的去接触一下这个数据集 对吧 这个数据集呢 通过这样一个API Fly tensorFlow里面有一个叫 example.tortrance means的 input一下 input的data 好 那这里呢 我们直接导入一下这样的input的data 注意到我们的means的数据集 不是从文件读进去读取的了 你可以说文件有一些文件 对吧 后面我们有些案例是从文件当中的 这里通过API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means 通过这个东西获取 input的data里面有个read data size 然后有一个dataDR 就是说你数据在哪个目录 one号的 是不是要要读取是使用one号的编码 注意了 那这个地方就设计你的数据目录了 那提供给你们的这个data里面 就有这样一个means的 注意了 means的 他这里面呢 应该是一些二进的文件 也就是说他tunzblow自己去读取这些文件 去干嘛 去进行解析了 他也去自己去把这些解压 然后呢 把它给读取出来 这我们先不能管 这就是提供的这些means的数据数字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试一下 比如说means的input readDR 那么这个DR呢 我们就在单前这个目录 那就在我们的单前目录下 data下面的这个 data下面means的下面input data 好 好 means的干input data 好 我们出去 好 这样的话 他就解析了这样几个文件 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干嘛 就是means的里面可以通过什么 train 也可以通过test 获取不同的数据集 好 假如说我们都获取训练集 点image 是不是你的图片吧 是不是你图片的特征值啊 你答应出来 图片的特征值啊 注意了 他是这个形状的 他是一个一个样本的 他这个横应该有多少个 横有784列啊 就784列 横有多少个 就数列有784列 然后呢 横有多少个 就是一共有多少个训练 假 55000个 好 能理解吗 所以他把所有的这个像素值 都放到一行了吧 这是他的特点啊 好 那么这 images 对吧 当然还有labels labels呢 就是你的这样一个 也是是不是 也是这样的吧 但是你这里的 列数一多啊 是不是实列吧 同样还是对于55000个样本 你的每个样本 进行某个位置标记吧 这就是我们的数据啊 当然 如果你想看清楚 你可以打印images 比如说我们打印第零告 对吧 是不是 这个就是某一个数字的784个特征的一个图啊 这是一个图吧 一个图片 他转换成什么 数字像素值 是不是变成这个值啊 哎 这就是你像素值 然后呢 到 这个地方 是不是到这里啊 这一共784个 对吧 labels也对应了 一要是从前往后对应了 好 那么除了这个呢 means的里面还提供了一个 means的 点 train 点什么的 nest bunch的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说我可以批次获取多少个数据 比如说我想获取50个图片的数据 哎 这里面就是50个图片的 这样一个特征值和 几个目标值啊 这是个目标值啊 特征值由于784啊 他一行显示不了啊 那这个目标值是不是就是10啊 对吧 番号的编码啊 是不是这里之为1 这位之为1 这位之为1 你就可以看到这是哪个类别 这是哪个数字了吧 能理解吧 哎 那这个可以获取一共多少个 50个 那你就说我每批次可以获取100个 他会 一个一个的去过去啊 一个一个的过去的 比如说先获物如何 再获取50个 跟刚才50个是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 他会批次获取 就跟我们批次读理数据一样 如果说我们循环了1万次 对吧 循环了1万次 1万次 那他怎么办 你只有55000个样本 你循环1万次 是不是重复啊 我们在批次获取的时候 是不是昨天读取数据的时候 我们批次是假如说 你总共样本就9个了 我们读取了多少数据 20个 那这20个是怎么办 是不是把9个重复的来一遍 是吧 他就要重复的去 随循的去来 对吧 9个过了 再来 再把这9个再过一遍 就这样去获取 好 那么这介绍了 我们怎么获取数据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自己读取图片了 今天是通过他的API去获取 对吧 有特征值 有目标值 往后的编码是不是已经给好了 所以变成简单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个问题 对吧 我们先来确定一下 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来通过这种对吧 这种单层的 单层的就是全链接层吧 单层这个全链接层实现 手写数字识别 手写数字识别 那所以我们来理一下我们这个流程 第一步 还是一样的 第一步我们应该准备我们的数据吧 那这个tunceflow当中 提供给我们API的这个数据准备是什么样的 它的特征值 特征值 然后呢 目标值 假如说我们现在不确定有多少个原本 对吧 那你的特征值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是一个 那七八八四吧 这是个特征值 目标值是多啊 那 十 这是完后的编码吧 每个类别 对了 这是我们的数据 对吧 所以第一步 第一步准备数据 那我们前面讲过一个placeholder 拿来干嘛用的 是不是 在运行的时候 我实时提供多少个数据啊 那我可以这样去设计 比如说啊 我在运行的时候提供 50个数据给他 每次我都提供50个数据给他 进行训练 那所以前面是不是我要定义两个数据的站位符啊 是不是这样啊 要注意了 我们就定义两个数据站位符 对吧 每批次的数据 你可以自己定 我每批次给他100个去训练 也就是说我是不是 复循环一个部数吧 这部数我一步训练 我用50个样本给你训练 用20个样本去训练 是不是也可以啊 好 定义每批次啊 定义的这个数据站位符 所以我们的数据站位符 是不是这两个东西啊 就是这样 就是你的placeholder设计这个东西 好 数据准备好了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不用自己处理 对吧 我们就数据准备好了 那接着我数据要输入到什么 是不是输入到神经网络当中了 所以我们第二部应该干嘛 建立 建立一个模型嘛 建立模型 首先我们确定 我们这个模型就这样去建立 你有10个数据类别啊 所以你的这个权重和偏执 那这些权重偏执怎么来 是不是也是随机出的吧 我们之前做现金回归的时候 权重偏执怎么来 是不是随机出手啊一个 然后他不断通过T度下降 去更新这些权重偏执 所以我们这里干嘛 那也一样 也是随机出什么 随机出使话 随机出使话权重偏执 那所以注意了 那我们的权重偏执应该是通过一个什么 计算10个结果 是不是通过矩阵相成就计算结果了 全联结成嘛 那所以我们的预测值 注意了 外干predictor predictor等于什么 tf.matmo 将我们的特征值x吧 乘以什么权重吗 加上偏执 那我们来确定一下 权重偏执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的 权重刚才我们确定了 它的形状应该是什么 看到我们权重的偏执 权重的形状是不是这个 它一共有多少个权重啊 是不是就7840个 784乘以10个权重啊 偏执呢 你有多少个神经元 最后一层有多少个神经元 10个 所以你就等于10就行了 是不是你等于10个值 我初始化这10个值 初始化这7840个值 初始化这10个值 然后计算得出一个预测结果 现在我们有这个预测结果 这个预测结果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个值吧 接着我是不是要干嘛呀 接着我干嘛 有预测结果了 是不是要去计算损失了吧 所以第三步跟我们前面一样的流程一模一样 计算损失 那这里的计算损失 是通过一个API 先softmax 然后交叉上损失 求出nong样本的损失 是一个列表吧 nong样本的损失 是不是要求一个平均值 求平均损失吧 所以我们要求 loose 这个loose呢 是平均样本的损失 每个样本是不是有个交参算损失啊 计划好之后 损失计算好之后 接下来就简单了吧 如果t度t度下降 优化了 t度下降优化 这也不是说 只听选取率 然后选取率 然后去优化这个损失吧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过程就这样 所以我们等一下做 其实也非常简单 只要把数据 是吧 我建立 如果说你是实时提供的 你在run的时候 实时提供这个数据 你每批次提供50 50个100个都可以 你是不是证认站位服务 然后与这个计算 与这个计算 与这个计算 得出损失吧 好 那么还有一点 因为我是想这样呢 我比如说 我定一个学习率 比如说是0.1 所以意味着 学习率定义的 还有一个部数吧 部数吧 你的部数 应该就是一次一次的去更新 参数吧 这里有啊 好 那我比如说定一个2000次 是吧 我一步 计算了一个损失 然后优化一下 一步又优化一下 一步又优化 选重 这7840个选重 和10个偏制 一直在不断的更新 2000次更新 对吧 那我想知道啊 我这个数据的准确率是多少 就是我第一次输50个样本了 我第一次随机的 然后这个准确率应该很小 更新选重之后 我在50个样本输入进去的时候 然后这个结束的结果 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准确率应该怎么去计算 我想得出每批次 是吧 我2000次不出 我想得出每次的这个准确率 是不是一个上升的过程 是不是准确率越来越准吗 对吧 哎 我想得出准确率 准确率怎么得 准确率应该简单吧 看一下 你的输出是不是就概率的大小 目标值是不是 你只要比较这两个值 是不是就行了 是不是就行了 那我每批次提供50个 计算好之后 我把50个这个预测结果 是不是这个东西 然后跟你的真实结果一比较 是不是就可以得出准确率 那这个怎么比较 这是一个样本啊 是不是我可以把这里面求出最大的这个概率的这个位置和最大的这边最大的位置 是不是看一下相不相等 是不是就可以了 相等意味着它这个样本是不是预测正确了 那同样所有的样本是不是都要比较 哎 这个样本比如说一定是一次最大 它是这个位置 第九个位置 第九个位置 它是第一个位置 一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样本预测错误 好 我标记为0 然后呢 再来一个样本 好 假如说啊 再来一个样本 换了一下 再来一个样本 这里呢 正好是0.1 然后呢 这里我给它改大一点 0.7 那现在再来一个样本 这里是不是意味着啊 这也是意味着啊 哎 正好是相等啊 这我就把它制为1 是不是就 各种样本的准确率就可以计算 我们来看一下 准确率计算呢 我们要用到一些API 同理啊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对于一个预测样本来说 是不是我只要比较我预测的概率值最大的和这个弯号的标签 它的这个弯号的标签是不是一个位置 然后把它制为1 这是一个样本吗 那同理如果所有样本都要比较 假如说我们有这么多样本 是不是 我可以把它标记 这个样本预测正确 预测错误 预测错误 预测正确 正确正确 错误 正确正确错误 那这样的话有 比如说这里有100个样本 那你是不是就把这里求一个平均值 就能得出准确率了 这个平均值知道怎么求啊 是不是就是reduce me 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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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除以总共的样本数吧 就有准确率 这非常简单 那这个过程求平均值也简单 我们讲过reduce me就可以求平均值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怎么知道这里的下标最大的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下标最大的地方是这个的 我们要用到一个argmax 那这个argmax是怎么计算呢 看一下传进去的是y和ylevel 是不是你的预测值和增值值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你的目标值是不是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它这个argmax怎么去求的呢 第二个点 argmax对吧 你要求这个是我们的正式值啊 假如说是外干处输进去了 这里面有几乎说是50个样本 50个样本的目标值吧 然后呢 这个1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1啊是指对列 你是不是一个 你是不是50行一列吧 50行十列吧 50行十列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你的目标值是不是这个 好 那我要对这个1是什么呢 指定的是这个标记 这里是0 这里是1 能理解吗 我要对这个东西求最大的 是不是就是对 这个每个样本呢 10个东西求最大值的位置 然后再来求第2个样本呢 10个位置里面最大值 是不是这里看呀 这里在第几个 7 8 9 6 这是第6 所以这个样本应该是第6位置 这个样本是第1位置吧 那我现在还有一个预测的概率值吧 是不是同你去计算 然后比较这个6跟概率值的那个6 是不是 那个最大值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就可以计算 他俩是不是相等的吧 能理解吧 好 那所以这是目标值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你的预测值 然后分别比较最大位置的一个值 是不是就可以计算准确率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判断对吧 这里面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相等 相等 我就这样去计算1001 好 对这个呢 我因为是要计算一个flow的例行 所以我把它转换成flow的例行 然后呢 求一个平均值 就得抽 能理解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实现一下这样的代码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流程呢 就跟我们刚才一样的 首先准备你的数据 你可以用张伟服务 你也可以实时提供 对吧 好 那你可以去进行群连接计算结果吧 是不是你的预测结果 然后进行一个soft marks 交叉上损的计算 然后去进行这个气图下降优化 然后再去评估你的准确率吧 准确率评估了 我就可以听过每批次我更新参数之后 我每这个准确率 你是不是在上春的一个过程吧 对吧 好 注意啊 这个准确率 总有人说 这怎么打 就是通过比较 你一个概率最大的位置就行了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去实现一下 那首先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 酷呢 导入进来 好 import一下 tensorflow stf 然后在这里我定一个函数 或者我可以去啊 先呢 if 刚个name 等等于啊 看看妹 好 假如说我定一个函数呢 然后就实现这样功能 对吧 比如说定一个啊 这样一个全链阶层吧 全链阶层呢 称之为 full connected 就是全链阶层的意思啊 然后就干好 好 那我要通过这个full 我把所有东西啊都写到这里面啊 那full connected 然后呢 我们就新 return呢 那么现在我们还是根据我们刚才建立这个步骤 第一步是不是要获取这个数据啊 获取这个数据啊 第一步要建立建立数据的障位幅 数据的障位幅 因为我想干嘛呀 哎 在实时运行的时候提供它吧 障位幅 好 那么x代表你的特征值是不是 那你们不知道每PC有多个样板 是不是10啊 呃 那784啊 784 然后呢 你的外干处等于多少 是不是一个 那 10啊 对吧 这就是你的数据 特征值 目标值 那接下来 比方说我们先来一个V字 TF点 什么呢 Variable scope 还记得这个Variable scope啊 是不是一个命名空间啊 还建立一个作用域吧 作用域 好 我取个名字就叫做Data 我准备数据了 好 准备数据 首先第一个特征值 那我们要进行数据障位幅 是不是要使用 placeholder吧 好 我们X 等于TF点place HOLD placeholder 我们这个X 我们应该用什么类型啊 计算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float的类型吧 特征值吧 对吧 就是你一张图片的像素值 那我们用TF点float 好 注意 如果你忘了这些参数层传 对吧 你看一下这里就行了 第一个是不是传类型 第二传shape吧 好 第二个 我是不是给他一个no no 784 那也意味着 我在run的时候 给他数据 是不是填充到这里来啊 是把这个X 现在你有没有数据 没有吧 然后我运行的时候 就填充到这里来 然后no就变为一个指定数了 对吧 你提供多少个样本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X 那接着我们的外干处数表准备啊 外干721等于 也是一样 tf点 placeholder p-l-a-c-e h-o-l-d-e-r 那placeholder呢 我们的这个弯号的编码啊 我就以int类型 可以吧 tf点 int3 那 10 哎 就是这个数据 对吧 就是这个数据 好 你现在呢 不知道固定的这个数 接着我已经准备好样本数据了 接着干嘛 建立一个全连层的神经网络吧 哎 建立一个全连接全连阶层的 只有一层啊 我们只有一层全连阶层的 全连阶层 全连阶层的神经网络 那么 首先确定一下我们就这样一层 最后一层成全连阶层 我们的权重有多少个 784乘以10吧 所以最后一个 我们的 币 有多少个 是不是10个 好 我们现在呢 就这样最简单 对吧 从这里直接到这里直接输出了 对吧 我们中间没有东西啊 没有东西 没有别的这个层 好 那我也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域 对吧 作用域 我在这里呢 表示我们是FC 对吧 简称FC全连阶层 叫FCmodel 接着我是要干嘛呀 是不是你要在这里要进行计算 得出你预测结果吧 那所以我们要随机初始化一些权重和偏执吧 这些权重偏执是跟着我们的训练不断优化的 所以我们要随机随机初始化权重 初始化权重和偏执 那么我随机初始化权重偏执 我就来一个 比如说为的 WESHT等于 等于随机初始化 我们说了 这个参数你要优化 必须的使用怎么定义 就是变量的定义 对吧 Variable VIA VIA 因为你要训练他吧 是不是要用变量低 好变量 那我这一共有七千八百四十个值 那你怎么能自己前七千八百四十个值给他吧 你就给他随机初始化 七千八百四十个值是不是可以啊 好 我就可以听过 TF点 这个不一定是转的东西 你可以自己给一些值 对吧 你把它七千八百四十全部出货上为一 可不可以 你用TF点 TF点 Zero 可以吧 当然我们说随机是不是更好一下 随机就模拟一下真实情况 数据的分布 RandomNormal 第一个藏处全什么 如果忘了 你再听听看 是不是第一个是Shift 然后Min STDV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你的形状 形状是七千八百四十个吧 七千八百四十个 当然是一个奥位的形状 好 然后你的平均值 我默认多出了 0.0 平均值是0.0 然后呢 你的标准差 1.0 就反映你的数据的一个分布的幅度啊 好 接着我给他取个名字叫name等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wait 等下我们要去过后台去观察了wait 直接W吧 直接W 好 接着我们要干嘛 是不是随机出了话 bounce吧 bounce等于TF点还是一样 variable 注意了必须得用variable 那variable 我可以直接把十个字十个值初始化0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吧 比如说我把它初始化十个值都为0 你可以这样TF点 once也可以听过TF点constant 也可以 C-O-S-T-A-N-T constant啊 我初始化的这个值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做 是不是一个value 你初始化的值是什么吧 然后你的dtype是什么 shape是什么 对吧 我们dtype不用管 对吧 初始化值 我想把所有的数呢 十个数 初始化能0.0 多给呀 然后呢 我指定它的shape呢 等于 比如说等于十 是不是就是十个数啊 注意到这里的形状是不是一个一尾的吧 这是二尾的吧 就像我们形状前三尾的是不是在后面或者前面加 好 wait bounce 建立好了 接下来就干嘛 是不是预测结果啊 预测输出结果 每个样 none个样本 none个样本的输出结果 none个 样本的输出结果 他输出结果完应该每个样本都有十个结果吧 来 结果 好 那么这里怎么去做啊 是不是就是一个矩阵乘网 那我们应该是 none784 乘以我们的这里写一下是矩阵相称 矩阵相称 矩阵相称乘以我们的七八八十四十 呃 然后加上一个偏制十等于一个 none十 这是这个none十是有预测结果啊 啊 所以我们的外干 predict t等于tf.mattermore乘以我们的x乘以我们的weight加上bios好预测结果是不是有了接下来是不是就简单了啊我们就可以去 不是一个啊我们把这里改成呢计算交叉双损失的对吧 softmax比如说soft干交叉双损失c cross自应吧直接cross吧cos啊 好 那么这里计算交叉双损失 我们来看一下交叉双损失的api怎么去用的 再回一下 在这个地方 交双损失 softmax是不是先要把你的值转换成概率值 然后跟目标值计算交双双损失吧 所以还有一部叫softmax 那你传进去是非常简单 labels 标签值就是你的真实值 logis 什么 预测者吧 是不是你预测者 你刚才预测者进去先进softmax再计算这个 所以非常简单 在nn下面啊 在nn下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返回损失值的列表 所以这个列表应该是nong的样本的损失值吧 然后对这个列表求一个平均值 是不是有平均损失啊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tf.nn.softmax crossentropy with logis 这个logis就是你预测值啊 那第一个参数就是labels 就是你的真实值是不是在这里 它什么形状 是不是这个形状 好 那第二个logis 你的什么值 预测值什么形状 什么形状 是不是也是这个形状 是不是相当了啊 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进行计算 交叉上的损失的过程吧 好 这里返回的是一个 这我们要求啊 求平均平均 交叉上损失 交叉上损失 那所以这个值应该是一个损失的列表 列表 比如说这里的损失是 这个损失证我没不好写 对吧 损失值是这个 所有样本的 那我说要对这个列表求平均值啊 我可以直接tf.reduce.g.min 我们说过了 这个介绍过很多次了 reduce.min就是对一个列表 所以数先加 除以数量 是不是就是平均值啊 好 反为lose 那么这样的话 交叉上损失平均的 有没有求出来 求出来了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干嘛 这是我们的第三步 对吧 第三步 求出啊 所有样本的损失 然后求平均值 平均值 好 那么有了损失之后 接着干嘛 第四步 是不是 就是T度下降 求出损失吧 好 那我们可以通过T度下降 求出损失 在这里粘贴 粘贴这个 这里啊 取个名字 就是叫做 Com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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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优化吧 Optimizer Opti Zer 优化 那么优化 就简单了 对吧 TF点在Train里面 有一个叫 Graduate Destine Optimizer 第一个值穿什么 这个穿什么 这个Graduate 是不是学习率吧 学习率 对吧 比如说我们先就按0.1 然后minimize 是不是最小化损失 LOSS 那么在这里返回什么 返回你的Train Opt 很理解吧 是我们求出这个 是不是要运行它就行了 是我们整个过程 从这里到这里运行它就行了 好 接着 我们来 计算准确率 准确率是不是没计算 是不是这样 哎 要注意了 所以我们再来一个这个 比如说这个呢 基本上是计算准确率的 这里对吧 你的Accuracy ACC 好 那么计算准确率 刚才说了 怎么去算 是不是你两边只求出 我们的最大的下标就行了 我们一个是外干predict 一个是外干处 用这两个东西就行了 一一比较就行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准确率 计算直接拿过来了 准确计算 在这里 Ecolist 我都过来 我们注意一下 这里面的文字 变量一不一样 TF.Argmas对外干处 对吧 外干处里面每个样本 有十个值 抽出我们这十个值的 最大下标 与这个外干predict吧 predict里面的十个值 它十个值进行比较 看下标是不是一样 然后通过一个Ecol 比较 一不一样 得出一个什么 把每个样本 都是置为一了吧 你预测准确 置为一 不预测准确的 置为零 然后对这个样本 求平均值 是不是就行了 我们这就可以 tf.把类型转下 你可以把类型转 把类型转 以这得出的一个 accuracy 就是一个flow的类型 这里注意了 这里注意了 他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转换成flow类型 然后对所有的值求平均值 那这个 Ecolist 我们说一下 这个Ecolist ecol ecol 干lista 是不是你有多少样本啊 你是不是有那个样本啊 你应该有那个样本吧 这个我们当然还不知道样本多了 主俩对吧 那个样本他应该是怎么样 第一个样预测正确了 第二样子 预测错误了 第三个样本预测错误了 第四个错了 正确了 第五个正确了 是这样 一直往下吧 对不对 这个一个绿色是不是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对这个干嘛 求个平均值吧 是不是这个 求平均值 好 那么我们注意了 求平均值 就是你的这样的一个准确率 对吧 Accuracy 那么至于具体的 这里面过程怎么去啊 你可以自己拿一些 简单的数据去试一下 对吧 含列是什么 含是什么 然后呢 求Agmas 看一下 ecol一下 是不是先生怎么的 好 求出准确率 是不是我们活就基本干完了吧 是不是干完了 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启 会话 训练 好 去训练 那么开始会话训练 我就v the tf.session sess 那么首先我们记住 我们这里因为有变量 是不是有变量 对 要初始化变量吧 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去做 所以定一个初始化变量的op 定一个初始化变量的op 对吧 t 一立他 比如说 英里的op 等于tf.global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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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等了 等到出现吧 这个是吧 是不是这个 好 那么 一年的op 对吧 出账好了 好 所以我们第一步就要不要忘记了 对吧 初始化变量 初始化变量 好 那我们这里就session.run 我们的initop 好 接下来 是我就可以去训练了吗 是不是迭代去训练 迭代训练 好 我们要迭代步骤 迭代步数去训练 那么主要就是更新参数预测 对吧 更新参数预测 好 那么我更新参数预测 我来一次 for i in range 然后呢 比如说 我们来个两千次 好 接下来 我们是直接运行trainop呢 没有吧 我们数据是不是还没来呢 这里是定义的站位幅 他可以计算吗 不能吧 要实时的提供数据 在运行的时候提供数据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可以session 你要run什么 是不是 目的是不是要run这个trainop啊 那你要runtrainop的时候 是不是要提供数据给他 是不是实时的提供吗 你一步提供50个 再一步提供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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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的过程 你也可以改吧 好 b 的 big 的等于 那怎么填啊 是不是你的键是什么啊 键是不是 x 和 y 处吧 好 那我要用到 x 是你的键 你的值是什么呢 等下我们再填过来吧 把数据获取的填进去就行了吧 y 干 处是你的站位幅 是吧 把这两个东西填好就行了 那 接着 我们怎么获取数据啊 是通过mins的那个东西会的数据吧 是吧 数据 那比如说啊 我们在某个地方定一个mins的吧 就把mins的把我们的这个数据都拿了 我们就在这里拿这个数据 那是我可以通知导入这样的一个input data吧 然后在这里导入进来 然后呢 我要读取这个mins的 那既然我要在这个apl 在这里面啊 我在这里是不是要获取mins的数据啊 那所以我这个里面应该定义在函数里面吧 对不对 哎 这个获取真实的数据 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么获取之后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可以实时的获取什么mins的里面的数据吧 那mins的里面提供了一个nest bunch 是不是每p字也可以获取50数据啊 我们可以mins的点 我们先获取训练数据train点 是不是nest bunch nest bunch 他里面有个数据就是你每p字给他多少数据去训练吧 那比如说我们就刚才是50个就50了100个都可以啊 好 那么我给他数据给他之后 那这个里面是包括了特征值和目标值的 那我是不是要把特征值和目标值拿开分别给签给他 是吧 好 所以我要取出特征值目标值对吧 取出取出存存在真实的存在的对吧 真实存在的特征值和 目标值 因为我们前面xy都是张卫幅 他不是存在对吧 他只是一个张卫幅 好 我们就用mins的干x 代表特征值 注意了 他是特征值在前面吧 是不是特征值在前面 来看一下 在这里 是不是特征值在前面 目标值在后面嘛 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取这个mins的x和mins的干外 好 这就是你50个样本的特征值 50个样本的目标指望的编码吧 我是不是就可以实时填进去 mins的x和 这个mins的干外mins的干外 好 这样实时填进去了 是不是就在训练吧 哎 这里就是运行op训练 对吧 真正的就运行纯op了 去那op训练 对吧 训练 我们训练了2000次 看下结果 对吧 那所以我们这里就不打印仓座了 这参与数太多了吧 是不是特别多啊 7840 你看也没有意思 是吧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看 直接看损失和什么 看损失和准确率就行了 那我们这里也可以去打印一下损失吧 随着只是被打算 可以打印起来 然后我们就直接打印准确率了 我看一下 我在每批次运行 给他提供数据之后 是不是优化一次参数啊 优化一次参数 我要看一下我的这个训练 对吧 训练多少次了 训练 I次 对吧 训练 比如说 程度的第一部 对吧 第一部 第一部 应该是 每每训练第一部吧 然后呢 每次是50个样本 对吧 每次50样本训练了 然后呢 님아 准确率尾 每次都有准确率 对吧 准确率啊 就为本号F 好 我们要填进去 那么这里面填的第一个值 是不是就是i就行了吗 第二个值是你准确率 准确率你应该怎么要得出来了吧 注意了 这里要准确率得出来 是不是要session.run session.run 我们的accuracy吧 注意了 运行accuracy必须提供feed dict 比如说这个feed dict 虽然说我在这里是训练的时候提供数据给他了 但是只要你运行某个东西 你的feed dict始终都要有的 始终还是这五十个数据 那你就必须得提供 如果不提供是报错的 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什么作用 对吧 他主要计算什么 他计算accuracy说 是不是要拿这刚才这五十个数据进去计算 得出输出 然后才能计算准确率 你有输出才能计算准确率 没有输出能计算吗 输出怎么来 是不是这五十个样本 跟我的wait 是不是更新好的wait 成得出结果 这个结果 然后再去计算准确率吧 所以他要实时提供一个这样的数字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数字过来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打印准确率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结果 我们从前往后看 首先第一步训林步的时候 你的参数怎么样 是随机出手吧 所以如果读出这个预测值 跟你真实值 是差距对未大 所以他是4%的预测准确率 对吧 但是有凑少 对吧 然后第二步又给了50个样本 然后让他训练 然后训练呢 又更新 通过损失减少 又更新 是不是变大一点 然后慢慢的 是不是在变大 看一下 是不是在变大 前面可能在一直不断慢慢的变过程 然后后面慢慢的 只是慢慢的明显的上来了 然后一直到3又是4了 5了6了准确率到这里了 最终是吧 慢慢的就一直到90多 90了 这里面当然也有96%的 86% 因为每个样本不一样 所以你这个预测结果肯定不一样了 准确率肯定不一样 那么这就是我们观察到这样的一个准确率 是不是在不断的去上升 不断上升 它就是一个不断训练过程 通过怎么样 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全连接层的这样一个最简单的神经网络去做的吧 但如果说你用其他的东西 你也做不了 对吧 不太准确 那接着呢 我们还要观察一下这个准确率和损失怎么变化的 随着这2000步 到的变化过程 那我是不是要收集变量吧 观察 对吧 所以第一步 跟我们昨天也要 第一步我们要收集变量吧 第一步收集 收集变量 这些在探测Bot里面看的时候 是用什么 是不是一个summary 收集变量是不是也是summary summm mary点 什么 收集变量 是不是scala 你收集的是什么 单维度的变量 50维度的变量 哪些是0维度 loose是不是一个值 accuracy是不是一个值 是我可以把它收集进去吧 那我就先收集 loose 损失 loose一次 对吧 比如说是多个的对吧 那我们这里就loose rela是填这个值 loose loose 接着我再来收集准确率 是不是也可以 那么a 外点 scala 我们的 我们就acc了 然后这里就是acc accuracy 好 接着我是不是还要观察 权重怎么变化吧 权重偏着这种变化 是不是也可以去收集进去啊 那我们这里是不是要用高维度去收集了 对吧 哎 这样一个高维度变量收集 这里是什么呢 一种是吧 单个数字的收集吧 单个数字 值收集 好 高维度数集 tf.summary.histogram 第一个值就是我们的位的吧 比如说就叫wei ghts 然后w wait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还有一个summary.christogram 收集我们的bells bells 我把它给了个复权的 然后呢 就是bells 那么收集好之后 调不干嘛 合并变量吧 哎 要合并 来 第一个合并的变量 op 你这些啊 只要你定义op呢 你都把它拿到绘画外面去做 注意了啊 都把它拿到绘画外面去做 对吧 这个是我们规定的吧 就现在也是一个程序的一个语法一样啊 第一个合并变量的op 那op怎么合并 调点 summary summary.merge 哦 merge 哦 好 反回一个merge的 注意了这个merge 是不是一个op吧 本校是不是要运行啊 就要运行一下 把那个值拿出来写 写到文件当中吧 那我们现在接着要干嘛 是不是要建立事件文件啊 是不是先得把东西值都写到文件当中 偷測报的再从文件当中读啊 这是一个以问词文件了 哎 所以要建立一个文字文件 对吧 建立一个ascenden文件 然后写住 好 追的进行民字文件 tf点 summary点 有个fure writer吧 好 我们就写入某个目录当中 比如说 我们就写Time目录下 对吧 然后写这个三门目录 然后呢 也 test 这里 我就之前呢 其他的程序的就不干扰了 我是不是可以写这里吧 泰满目录下 summary 目录下的 test 目录 好 这里不用指定文件名啊 哪个地方要指定文件名 是不是保存模型的时候要指定模型名字吧 好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帮你哪一张图写进去吧 哎 对哪张图session.grab 好 返回一个实例 feel writer 的实例 feel w r i t e r 的实例 这个 feel writer 哪里干嘛 是不是把这些变量运行的变量的值写进去 但是你要知道 你观察是每一步的损失情况 是不是每一步的损失都要写进去啊 所以每一步的损失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就先写进去 然后再打印准确率了 注意了 写入 这些变量的值写入每一步训练每一步训练的值啊 写入每一步训练的值啊 写入每一步训练者 首先第一个是不是要把这个stummerge的给运行起来啊 summerate 这都是固定步骤啊 tf.直接session.run 直接session.run 这把我们的merge的给run起来就行了嘛 注意了merge run的时候也需要提供低的这个啊 这个地方呢 不知道是他设计 所以 这样设计呢 还是感觉不是特别方便 对吧 必须的每次都提供这样一个f.dik 但是 这也是他必须要求的 那summery 然后呢 我是不是 feel right 把这个summery 翻进去就行了吧 add summary 是第一个是什么 是你的值 你每一次的值 然后第二次是你第几次的值是不是要记录一下 来 这样就行了 好 那么就通过这个 来 进行训练 好 好 训练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test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东西了 有了 我们先来看啊 等下我们解释这个 程序 那我们先来通过tensorboard tensorboard-log-dir 等于我们的哪个目录 是不是time目录下 下面的summery目录下 summery 下面的test 是不是这里啊 好 开启 好 那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直接这个网址 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就有我们的这个图结构 对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图结构吧 下图结构 其实不用看那么多 对吧 大概看一下这个流程 走哪里 走哪里 然后呢 即算交上损失 然后优化 对吧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我们的aggressive和我们的loose 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不断的在 准距离不断的上升吗 然后你的损失在干嘛 不断下降吧 是因为t度下降就优化损失 更新了参数吧 哎 这个图就是 如果你训练了很长时间 是不是你只要在后台看到这个图 哎 看到刷新一下 哎 在这里 它是不是慢慢的变化 看一下它现在进行到哪里了吧 看下是不是就可以停止了 准确令你接受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停止了 好 那黑色的罐里面是不是有看到我们的参数的吧 我们来看一下 bios 当然这里面是十个数值 对吧 十个数值它呢 就以一种分布的形式转 转 这个给你看了 那viz呢 看起来要好一点 因为它是7840个值吧 它有一种分布的 哎 看一下 我们随机初始化的这个值 是不是一个正好是一个正态分布的情况 你看一下它更新之后 它的值也是一个随机 初始化的一个 不是随机啊 它更新之后的值是不是也是一个正态分布的情况 所以我们会发现 限制生活中了 不管是更新参数这也好 还是更新什么东西啊 其实这些参数啊 都有一种正态分布的感觉 能理解吧 其实说 你去优化一个图片 识别图片的时候 这些参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它组成的一个分布就是一个正态分布 能接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权重 对吧 以及偏执 但是偏执数量少啊 它的分布看不明显 好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 那么在这里 我们现在 对吧 训练节 训练结果 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保存模型了 下次以后是不是你就可以测试了吧 这个你自己回去做 我们是这个means的里面有测试节吧 你可以保存模型 然后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如果你是训练 那就训练 如果你训练好了 有模型呢 你改一下逻辑 测试 那我就看一下测试机怎么样 把那个 把那个特征值拿过来输入进去 比较准确率就行了 你主要是看准确率吧 看你的这个测试机准确率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就优化了这里88% 对吧 那么这整个过程啊 我们建立了简单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你假如说你自己不断的去 对吧 我五千是不是一个再不次不断的训练过程 它即使是不断去训练 它会有个上限 就是因为你这个结果或者你这个算法太简单了 它就只能达到一个上限 比如说只能达到99% 再怎么更新 再怎么训练 也训练不上去了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网络的原因了吧 就是因为我们定义的是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层 一层的这样神经网络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上午的内容 时间讲到这里